OK,那這樣的話,如果說我這邊暫時不執行底下的 OK,那你會發現,我這邊把它執行過的話 他會,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是某某某,我大概Key一下 158好了,然後他的體重60 男生好了,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輸出了 所以 我可以用那個Function,剛剛的Function直接就可以輸出了 不需要重複寫,可以輸出那個 剛剛標準體重函數2那個 OK,再來就是需要怎麼樣 把這些輸出到這邊來 那問題是,我要先知道我現在到了第幾列 那到了第幾列,剛剛不是有一個 Range B3.M的 XL.Row,對不對 所以呢,我可以把這個值 再加1 傳給一個變數 R,暫時把它存起來 加了1之後變成11 那個R的變數就11嘛,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我將來 我要寫到哪裡呢 寫到Sales Sales就是儲存格 R列 B蘭 等於什麼呢 等於姓名不就好了 所以R列B蘭等於這個姓名 R列C蘭等於體重 身高 有沒有 然後再來 D蘭等於 有沒有 體重啊 然後等等 依食類推 那這個程式怎麼寫 基本上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也不會太困難 基本上就是這幾行 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這幾行 可以把這幾行 把它取消 取消註解一下 應該 其實寫完之後就這幾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取得什麼 我的 最下面 比如說我用B3或B2來偵測都可以 像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再把它怎麼樣 加1 丟給一個R 這個R就是 比如說剛剛在第10 加1變成第11 那再來的話 我要把 A 買A嘛 買A裡面的就是姓名 買A.TES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R列的 第2欄 那實際上特別注意喔 Sales裡面你可以放 第2或者是放 B都可以 OK 那看你 用哪一種方式來寫 那你這邊可以 B C D E F都可以 那只是說呢 這邊我 當然比較簡單就是直接打個2 會比較快 因為打三個字 跟打一個字 那打一個字比較快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打一個字 OK那就分別把資料輸出 所以這邊各位可以看到的結果 就是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我把這個人 輸入他的身高185 體重的話65 男生 按確定之後 剛剛除了可以產生這個標準體重之外 也可以把值輸出了 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一串 就輸出了 OK 那如果你在換一個人 一樣他會去偵測 最下面一個 比如說這個時候 變成另外一個YYY好了 按確定 他又去偵測了 那一直 換一個 有沒有 他還是會去偵測